觀眾朋友早安 目前地震都在發生當中 我們現在在14樓 所以地震搖晃得非常大 可以看到這上面的燈具 一直在搖晃 我們跟佳海剛剛兩個人 根本是站不穩的一個情況 觀眾朋友早安 目前地震都在發生當中 我們現在在14樓 所以地震搖晃得非常大 可以看到這上面的燈具 一直在搖晃 我們跟佳海剛剛兩個人 根本是站不穩的一個情況 這個燈完全都已經掉下來了 不過這個燈還好 因為它上面是有安全鎖的 所以我們比較不擔心 這個燈有掉下來的狀況 可是會不會有災情 各地會有災情傳出 現在比較擔心的事情 不過先提醒大家不要驚慌 我們趕快來進行查證說 現在地震的正央 還有這個地震的這個情況 到底是如何 以剛剛的這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上下震動相當的明顯 那上下震動的話 是地震坡的P坡先來 那P坡到S坡中間會有一段時間 如果上下震動跟左右搖晃的時間 間隔很短的話 那就代表說震央就在這個附近 所以目前來看這個正央 距離這個桃園應該不會太遠 是 因為我們公司是在林口 剛剛上下震動相當的明顯 就在北台灣 我們地震速報現在立刻進來了 是早上的7點58分左右 在花蓮地區 正央在花蓮地區發生有感地震 如果以正央在花蓮而言的話 台北是晃動的這麼大的話呢 那這個花蓮地區恐怕這個災情應該會是不小的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在家裡頭都有感受到 所以我們趕快請我們的編輯 跟外場的記者來做一個聯絡 或者是跟我們的同事做一個聯絡 看看各地有沒有災情傳出 因為剛剛我們在14樓 感受到真的是搖晃得是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差最多的就是這個上下震動 是 沒錯 很明顯 台語叫做用中的 上下震動相當的明顯 接下來我們就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這個是近期之內很大的一次 對 今年到目前為止 我的印象要查一下資料 我的印象裡面是沒有規模超過6的 對 那近期之內 我們有一張30號的圖 等一下導播 如果有空的話幫我們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復控裡面 也是一團亂 都是在整理資料 我們有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地震 大部分也都是在東部 但是規模都沒有說很大 那今年我的印象裡面 現在才4月 我的印象裡面好像還沒有 超過規模6的地震 台灣一年 大概差不多要有兩次到三次 規模大於6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的話 還沒有規模超於6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 地震最怕的就是這種空白期 是 那一旦空白期代表地底下累積能量 那這一次的地震 我們感受到在台北就已經感受到 晃得相當的大 沒錯 如果正央是在東部的話 那不只代表台北這邊很大而已 台北都這麼大了 那這中部可能也是感受到 應該也是很大 那所以我們要等詳細的資料出來 我們再來看一看 好這個最近台灣的發生的地震 我們看到 從3月11號到4月3號到今天為止 我們看到 規模大概都是4點多到5點多 那我的印象裡面 今年到目前為止 大概三個多月的時間 還沒有規模超過6的 大概都是4點多5點多 那我們看到 大概都大部分集中在東半部 只有兩次是在加益 就是4月1號跟4月3號 規模4點多是在加益 那今天的規模 計算所已經出來了 初步估計規模是6.8 6.8真的蠻大的 但是這個6.8 正央是出現在東部的近海 還是在東部的陸地 這個就差很多了 還要再看正央的部分 以晃動的這麼大來講的話 6.8有可能是發生在陸地 而且這個晃得這麼大 有可能它會是屬於一個 淺層的地震 對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它是不是屬於這種淺層的地震 一旦如果是屬於淺層的地震 代表說地震錯動產生的波動 傳到地表的距離短 所以它地震波衰減的狀況 就比較少 感受到晃大的程度就很大 剛剛的上下震動 讓我想起了921大地震 真的嗎 因為剛剛我們真的是 一時都站不穩了 對 站不穩 因為感覺就是在跳動 對 因為導播已經在倒CUE 剛剛在地震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倒CUE 沒錯 是真的站不穩 一直往後退 明明就知道說一定要站穩 不要讓觀眾朋友看到這種 人晃得太嚴重 對 可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跟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是沒有辦法站穩的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好幾年以前 教大家說地震發生了以後 要趕快去把瓦斯關掉 這是不對的 你站都站不住了 怎麼去關電源乾瓦斯呢 第一個就是趕快先穩住保護你的頭部 對 保護頭部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對 這是剛剛真的是被嚇了一大跳 不過我們現在還都在進行一個查證 提到說 鎮夭我們已經出來是在花蓮 但是它的深度是不是潛層地震 現在還要進行查證 是在花蓮的沿海 還是在花蓮的陸地 而且鎮源是屬於這個深淺 以這個我剛剛提到 以剛剛晃動的這種狀況來看的話 很有可能是很淺的地震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編輯 幫我們打電話給花蓮的記者 我們去詢問一下 在花蓮目前的狀況是如何 跟我們在台北的感受是不是一樣的 我們趕快請我們的花蓮記者 給我們一個最新的回報 是 另外呢 還有在北部的地區 因為我們在14樓都已經感受到 正在這個台北市的高樓的部分 那一定是想當然 大家也是相當驚慌 對 對不對 我們的燈往下降下來 應該有降的差不多一公尺多 是 我們可以請這個攝影師幫我們照一下 我們在攝影棚裡頭的最新的情況 因為我們攝影棚上面有吊燈 在剛剛那一陣天搖地動當中 整個吊燈都已經垂下來了 這個燈已經打不到我們的臉了 對 它的燈是打在地上了 照不到我們的臉了 對 所以這整個副控現在已經是有點 攝影棚已經有點混亂了 這個燈具的情況 那很多人的家裡頭啊 可能一些玻璃製品啊 或者是你的家具啊等等啊 可能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我想到的是賣場的部分 每一次賣場都會 這個玻璃品全部掉下來 商店的部分 應該是蠻大的 就我的感覺來講的話 以台北市區來講的話 好 我們現在趕快請記者跟我們聯線 我們趕快聯線給傅明 告訴我們最新的一個情況 傅明 傅明聽得到嗎 好 觀眾馬上來關心 就在稍早7點58分的時候 相信幾乎全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都感受到一陣天搖地動 很多人可能在上班上課的途中 都被嚇到了 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呢 這是我們民視新聞 在新北市林口 位在14樓的攝影棚 其實就在剛才發生地震的時候呢 在攝影棚 天花板悬挂的這些燈具 都發生了非常劇烈的晃動 而且有非常大的一個聲響 可見這個地震的這個感受 有多麼的大 那麼根據目前的了解呢 其實這個地震的規模 大概是有6以上 不過詳細的一個資訊呢 還要等氣象署進度來更新 但是也因為這起地震 相對來說感受是比較大的關係 因此在各地的震度 可以說呢 都是有非常大的 因此在交通上 也都有非常多的影響 包括呢台北捷運的部分 是已經暫停行駛 而您看到畫面當中 現在顯示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高鐵站 那麼高鐵的部分呢 在稍早也因為呢 已經斷電的關係 所以高鐵目前的部分的列車 恐怕也已經是有停駛的狀況 那麼至於在台體也可以 預想到的是 有可能也都會有部分的列車 會開始來停駛 因為必須要來確認踢軌的狀況 才能夠繼續來回復正常的行駛 那麼現在您看到呢 就是我們民視新聞 在台北市的一個辦公室 您看到包括靜止的椅子 擺在座位上呢 擺在這個地板上都開始劇烈的晃動 不斷的左右搖晃 也因此呢可以想像這起地震 它的規模到底有多麼的大 那麼其實其實現在地震發生到現在 大概只過了10分鐘左右 各地已經陸續傳出了一些災情了 那麼我們都看到了 包括在花蓮的部分呢 也都有一些房屋開始出現了 所謂青島的情形 不過實際的情形呢 還有在消防人員 進一步的到現場了解之後 才有辦法來知道 那麼現在也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許多地方的這個房屋呢 也都有出現外場的磁磚剝落的情形 也因此要提醒大家 接下來如果外出不管上班上課 您現在在路上的話 都要特別留意您自己人生的安全了 以及在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會發生餘震的機會 這都是大家特別要注意的 也因此氣象署呢 在待會就會特別來出面 說明這起地震詳細有關的成因 以及接下來還有沒有發生子餘震的機會 那麼當然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這起地震它的鎮壓 到底是在哪裡 以及整起地震 地震的深度 還有在各地最大的震度又是如何 待會就像處都會有最完整的說明 那麼現在最新的數字已經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現在這幾次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可不可以再重複一次給觀眾朋友 你目前掌握到的交通的情況 剛剛你說到的是捷運還有台鐵的部分 對不對 我們再重複一次台鐵跟捷運 目前它的措施是如何 好 是的主播 不過我們現在先幫大家來更新一下 因為氣象署已經有最新的數字進來了 交通的部分我們待會再告訴大家 現在最新的數字進來 這起地震的規模大概是7.2左右 正央就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那麼深度是15公里 而這個最大的震度呢 在花蓮的部分是來到了6強 宜蘭5強 苗栗也是5強 台中是5弱 而彰化5弱 新竹 南口也還有到桃園 以及台北也都是5弱的部分 所以在台東 嘉義 雲林 高雄 台南 屏東 以及澎湖 還有馬祖 以及金門 都是這個在三級 四級以下 也因此最強的震度 就是在花蓮來到了6強 那麼再為大家重複一次 這起地震最大的規模 這起地震的規模是來到了瑞士規模7.2 因此說可以是在近期裡面 非常大的一起地震 因此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接下來有可能發生一陣的機會 那麼我們帶大家來關心 在交通部分的影響 因為現在上班上課的時間 同停時間對大家可能來說 會是比較有嚴重的一個影響 在北傑的部分 現在已經是完全的暫停營運了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有部分的捷運站裡頭 很多的旅客是用手扶梯的方式 從捷運站裡頭準備要走到站外 那麼另外在高鐵的部分 我們也有記者掌握到 其實在高鐵站裡頭 因為急事已經斷電的狀況 因此旅客也是必須全部要來下車 離開高鐵的車廂裡頭 來確保電安全的 那麼當然包括一些鐵路運輸的這些工具 現在當務自己要做的 就是必須進行慢速的巡軌 或者甚至是整個暫停來行駛 就是要確認鐵軌軌道的狀況有沒有正常 有沒有歪掉有沒有受損 才有辦法來繼續做正常的營運 不過我們這邊再為您重複一次 這起地震最新的資訊 就是這起地震發生了7.58分 瑞士規模來到7.2 地點就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升15公里 最大震度出現在花林有6級 後續如果有進一步最新的災情 我們明視新聞會隨時為您做掌握 這把時間趙環有請播 好 謝謝傅明的最新說明 剛剛傅明有提到說這個規模已經出來了 是7.2 規模非常的大 以規模7以上的地震而言的話 台灣應該每隔差不多兩三年左右 應該就要發生一次規模7以上的 那最好是發生在海面上面是比較好 那以今天晃動的這種程度來看的話 可能離我們陸地不遠 比較近 可能是在近海 那剛剛提到的深度也很淺 這個幾乎都是屬於極潛層的地震 所以這個地震波在地底下發生 又來了 雨震又來了 現在要上下震動 現在又有雨震出現了 對 雨震又來了 是 又在上下震動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這個畫面 是花蓮的一個災情 現在已經有災情傳輸了 所以我們要提醒觀眾朋友 這個雨震發生的時候 還是要做好一些準備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站不穩了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攝影棚 開始又進行一個搖晃了 不好意思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地震的詳細的資料 規模6 當然是花蓮是6強 這個是最大的 另外還有宜蘭是5強 苗栗是5強 台中5弱 彰化5弱 新竹 南投 桃園 這邊大概都是5弱 另外氣象局有發布了海嘯警報 發布時間7點58分 就是說海嘯發布警報7點58分 台灣發生的規模7點3 正央位於京都跟北都 京尾都他有寫 該地震可能引發海嘯 影響台灣 所以他特別的發布了海嘯警報 所以沿海地區也要特別注意 對 那海嘯傳播的速度 一般來講的話 時速大概至少都有四五百公里 那以海嘯58分發生到現在 已經快要15分鐘了 15分鐘 如果以海嘯平均的速度來講的話 至少應該有走了150到200公里 如果有的話應該已經到沿海地區了 那我再問一下嘉凱 因為7點58分發生第一次的7點2的地震 那剛剛到現在8點13分又發生了漁震 感受上也是蠻大的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會有一直 這樣子一個情況 如果說因為正常的狀況來講的話 這個應該是主震 然後接下來就是餘震 如果以這個是主震來講的話 主震是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主震 那後面的餘震就不可能超過主震 那也有可能在規模5點多 6點多的都有可能 因為你這個規模太大了 所以再來有規模6 或者規模5的餘震都有可能產生的 可是這對我們的感受上也是蠻大的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最新的一個 速報訊息是在剛剛的8點11分左右 是發生了地震 這應該算是7點58分的這個餘震 應該是餘震 對 這個餘震也蠻大的 因為7點58分的這個地震是規模是7.2 7.2 那剛剛這個海象警報寫的說是規模是7.3 7.3 那到底是7.2還是7.3 那可能要等這個再過一陣子氣象局 才會統一發布的 請教一下 那家凱現在有最新的消息嗎 來我們來看一看這一次的地震 所發生的狀況 這個是氣象局傳來的 氣象局晚上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紅色的這個星星 這個紅色的星星在這邊 有數字嗎 在這邊 這個星號 這個星號就是鎮央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鎮央事實上離花蓮的陸地相當的近 大概只有差25公里而已 而且鎮遠相當的前 只有15公里 極潛程的地震 所以各地晃的震度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鎮央是在東部 但是我們看到西半部這一帶 從北到南這個震度大概至少都有 差不多3級4級以上 所以這個晃的程度是相當相當大的 來我們再來看一看外場的狀況 好 剛剛佳凱告訴我們說 現在剛剛是在接近台灣的陸地嘛 對不對 所以終結我們剛剛已經了解到了 還有台北捷運也是一樣的情況 幾乎全台都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趕快連線給我們外場的記者 黃安玲告訴我們 目前你掌握的最近消息是什麼 好的 主播可以看到現在捷運站外 是聚集非常多人 大批人差不多都擠在出口外 整個人擠人 因為在稍早的時候發生大地震 遙控非常劇烈 所以捷運有立刻宣布提示 而許多的民眾呢 是立刻收到這個消息 趕快的想盡辦法 就到捷運出口站外 就是現在因為是在上班時間 大家要急忙的趕去上班 所以立刻是拿手機不斷的叫車 或是想辦法騎U-bike到上班的地方去 但是因為現在人潮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大家其實基本上也叫不到車 像是記者剛才要叫車到台北市 一趟就叫1000多塊 因為現在太多人在叫了 那現在出口外面真的是聚集非常多人 而且還有很多不知道的民眾 他們現在也陸陸續續的來到捷運站 但是現在手扶梯是暫停的狀態以外 他們要走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人 有捷運站的人就在通知說 現在捷運站是停止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非常的懊惱 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尤其是在這個上班通勤時間 所以大家現在也都是非常苦惱 一直不斷的在聯繫 那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狀況出國 謝謝恩玲的最新聯繫 我相信大家都很苦惱 因為這個交通的狀況 北捷還有中捷目前都是暫停行事 那為什麼要暫停呢 就是因為要做一個巡轨的動作 我們記者有提到 因為如果軌道有彎曲或者是變形的話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們暫停是為了要安全起見 所以要請大家就是要多一點耐心 所以我們也看到在捷運站 有非常多的人都從這個捷運站出來了 那我們再問您重複一次 今天早上發生地震 時間就是在早上的7點58分 這個規模是近兩年來比較大的7點2 那它的因為是比較淺的關係 它的深度是15.5公里 剛剛佳凱有給大家看了 它就是很靠近很靠近台灣的一個陸地 就在花蓮的旁邊而已對不對 所以全台其實幾乎都是有感受到這個震度 這個地震的一個影響 沒有錯 我們感受到的是就是有上下的一個震度對不對 沒有錯 那接下來的這個漁陣還會有這種上下的跳動的感覺嗎 每一個地震都會有P波跟S波 P波就是造成上下震動就像彈簧一樣 你家的底下中了一個彈簧 對 那S波就是你家底下拉的一個繩子 P波上下震動 上下震動 彈簧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感覺到 對 那S波就像繩子一樣抖動 對 就是左右 就左右晃動 所以先上下再左右晃動 這個P波速度比較快 所以地震P波先到 好像又在晃了對不對 P波是先到 上下震動先到 S波後到 那你想想看龜兔賽跑 如果烏龜跟兔子跑100公尺跟跑200公尺 哪一個到達終點兩個會差比較遠 兩個會差比較遠 對 跑100公尺還是跑200公尺 當然是跑200公尺 對不對 跑越遠兩個差越遠 所以如果P波和S波到達你家的時候 間隔距離時間比較長 代表正央就離你家比較遠 是 那記不記得剛剛的上下震動跟左右搖晃 對 間隔時間很短吧 對 滿滿短的 對 間隔時間很短 所以我那時候判斷說 正央可能會在桃園附近 是 那結果是跑到花蓮 花蓮 桃園到花蓮應該也沒有說很遠 我們以直線的距離來講的話 那這一次的正央在花蓮的 因為花蓮這邊原本就是板塊交匯的地方 那有一個沖繩海潮 在這邊 就是菲律賓海板塊引沒到歐亞道路板塊下面去 這個地方原本就是台灣的地震密集區 所以這個地方發生地震的話都還是很正常 台灣如果要發生規模6以上7以上的地震 這個機會最高一般來講都是在東部外海 對 因為這個是原本板塊交匯的地方 這個正央倒是沒有出乎預料之外 那如果出現在比較少發生地震的地方 那可能就比較奇怪了 比如說車隆浦斷層 原本還沒有發生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的印象裡面它好像歸類在第二類的斷層 或者是存疑性斷層 那921大地震以後馬上就提升到第一類斷層 所以沒有發生在我們預計的地方 可能就要好好去研究 那在這個地方發生規模6以上7以上的地震 都還算是正常的 那希望災害不要太大 把這個能量給釋放出來 因為佳海說這個能量還是要進行釋放才行 對 沒有錯 尤其是已經累積了好幾年的一個時間 然後出現這麼大的一個地震 那等一下氣下浪鼠在8點30分鐘 兩分鐘之後就會來進行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